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6月份的医药快结束了 真的是好快 本来是想把6月份和7月份的爱药物 合在一起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发现6月份 整个一个月 这边很多东西都值得推荐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 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单独出一个6月爱药物 这样子 想大家喜欢 总体来讲这个月呢 喜欢用护肤品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彩妆呢只占到了 很小的一个比例 所以 基本我现在这个 在用的护肤品里面 一大半都是我这个月 刚刚开始 或者是前一段时间 刚刚开始用的一些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产品 所以 我们先从护肤开始 然后首先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 First Day Beauty的洗眉奶 这个洗眉奶是含有 红色的那个黏涂在里面的 所以能够很好的帮助你 把那个毛孔里面的脏东西 给拔出来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第二次购买这个产品了 我第一次购买是去年 差不多这个时候的样子 然后 我现在呢 是不在家 我家在伊利诺伊 然后我现在在波士顿 在我男朋友家 我之前出门的时候呢 是只带了一个 快要用完的洗眉奶过来的 然后所以 大概第一个星期之后 洗眉奶就被我用完了 所以我后来又去 逛了一下 但是又都没有 找到特别满意的 所以又回购了一下 这一款洗眉奶 虽然时隔一年的样子 但是我再次用它的时候 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用 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胶质地的 也是我最喜欢的 洗眉奶的质地 我觉得像那种胶状质地的 洗眉奶 在这个洗的时候 能够很好地 把你那个毛孔里面 放东西给 粘出来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是回购了之后 当天晚上就用了它 然后当时 我深刻的记得 当时我洗完脸之后 很多毛孔里面的这种 白色的脏东西就被带出来了 然后你用手指 这样轻轻地剥一下 白色的东西就掉出来了 然后就 爽 然后就会觉得 非常的有满足感 对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款洗眉奶 然后第二样 也是一款护肤品 然后这个是 这个 屏幕宣言的一个 菌菇水吧 还是什么 反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菌菇水 之前是他们家网站上 在做八折活动 然后收购的 我觉得它的最大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的 让你的皮肤能够正经下来 因为像夏天 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然后皮肤就特别容易敏感 然后特别容易红 所以每次我 用完洗面奶 再用它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皮肤 就特别的正经 然后你感觉到 它那个水 在慢慢的渗到 你的毛孔里面 然后渗进去之后 就会感觉 整个脸部的细胞 就会特别的饱满 这个样子 所以我非常喜欢 对 气味 它的气味的话 也是有点那种 药的成分在里面的感觉 所以 闻起来不是那种 特别香的气味 它是那种 像草本植物的味道一样 所以 是特别能给人 一种舒缓的感觉的 对 所以非常喜欢 然后接下来第三样 还是一样护肤肤产品 这个是李肤全的一个喷雾 这个喷雾 简直是我这个月的大爱 真的是大爱 我非常爱它 它的声称的作用呢 就是说 是针对油性肌肤的 油性问题 油性问题肌的 所以那些 平时像我一样 皮肤比较容易长痘痘啊 然后比较容易 那种 红血丝啊 就比较敏感啊 这样的肤质 就特别适合用 这一款 然后它也有那种 帮助你镇静皮肤的 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最爱它的一点 是它这个喷雾 喷出来 特别的密集 嗯 看一下 我这样喷一下 呜 我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反正它那个喷雾喷出来之后就是 覆盖的面积就是超级的大 然后它的水珠超级的密集 然后你用完之后就会觉得超级的爽 然后整个脸就会感觉被 被水枪喷了的感觉 但是它那个水呢 由于是喷雾嘛 所以就会比较温柔一些 然后整个脸就会感觉被 环绕在这个水珠当中 然后就会超级有幸福感 对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喷雾 但是有一个缺点 是什么 就是因为 好像是只有法国才特有的卖的 然后尤其是在欧洲的小伙伴们 或者即将要去欧洲玩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忘记 去看一看这款产品 然后吧 然后还是一样的负负品 这个是一个碗霜 这个是Clinique的 碗霜 这个系列是他们家最近才出的一个系列 然后这款碗霜 连倩碧的官网都没有的 官网都没有的卖 只有 我看到现在为止 只有Sephora的竹页上面有的卖 我也是超级超级超级喜欢 这一个面霜 你手摸上去的话 它是那种 不是油腻的 然后 说它是轻薄的吧 它又不是那种特别轻薄的 它还是有一点那种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感觉你抹上脸了之后 能够不仅补水 而且能够把这个水分锁住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反正就是 特别的舒服 然后你摸上去之后 涂完之后 脸上摸上去 特别的光滑水润 然后有弹性这个样子 那我在用这个面霜之前呢 早上起来脸会 有些脸上部位会感觉有点紧绷 然后脸上会出很多油 早晨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用完它的第一天早晨 我脸上竟然没有出现油 就是摸上去感觉就像正常的皮肤一样 睡觉睡了八九个小时的样子 起来竟然一点油光都没有 然后摸上去就是像正常的皮肤 然后就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特别的滋润 我当时都吓傻了 然后用到现在大概 已经超过一个月的样子了 其实我是五月中旬的样子开始用的 然后用到现在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真的是太喜欢它了 而且价格上来说 跟其他的一些 那一些高端路线的产品来比较的话 它价格也是非常的适中 大概是三十九美元的样子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它上面说呢 是非常干的皮肤 一直到这个混合性油皮 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觉得也确实是 当时我买的时候 在网上看它这个描述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犹豫 因为看到它是适用于干性皮肤的 然后我就有一点油油说会不会太油 但是我买来之后用了之后 我觉得混油性皮肤用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我觉得油性皮肤用也不会有问题 它就是能够帮助你很好的补水 然后锁住水分 然后你第二天起来脸上不会有油 然后也不会有脸上紧绷的感觉 反正就是特别喜欢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面膜 这个是ASOP的 叫Antiblemish Mask 对 这是适合于那种像我一样 就是痘痘肌 然后问题息 然后脸上会经常起那种 闭口啊 然后痘痘啊 然后脸上本来就特别容易油啊 这样子的皮肤 我是试了两个这款产品的小样 当时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当时我脸上正好是 那一大波这个痘痘 就是快要消退了 但是还没有消退 然后当时我是晚上用的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脸上就特别的镇静 然后那些红红的点 已经变成了红褐色的 应该不能算是红褐色 就是那种偏灰的 像痘痘已经别下去 炎症也消下去了 那种感觉 然后整个脸上就感觉特别的镇静 然后我用完第二个小样之后 马上冲去店里面买了一个 这个症状 如果是你即将脸上爆发 大批痘痘 然后那个时候你用的话 你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有意思就是 大概是月经之前 一个星期的样子 就是一大批痘痘 已经好像在悄无声息的 在这个皮肤下运作 要发出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用了这个面膜 然后当时我第二天 起床之后 我发现这个鼻头这边 密密麻麻的布满了 好多好多小小的白头 这样密密麻麻的布 然后整个人都吓到了 所以说它是 如果你痘痘还没发出来的话 它是那种处理 能够帮你把那个痘痘 给拔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如果是痘痘已经过了那个高峰期了 然后再慢慢的走下坡路的时候 然后你用它这块面膜 敷上去之后 它会加快这个 痘痘愈合的这个速度 所以我觉得 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面膜 然后我觉得 好了那接下来 就要到彩妆的部分了 那这个月的彩妆确实不多 然后就让我粗略的来讲一下吧 第一个呢就是 之前上一个视频其实也有提到过 就是Steela的腮红 应该算是液体腮红吧 然后颜色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用法就是 稍微的这样点一下 然后 然后再点灯表家这样点一下 嗯嗯嗯嗯 然后这样晕开 非常粗暴 非常简单的 颜色也非常好看的 这样一款 嗯 腮红 非常持久 嗯 完全经受得住 夏天的这种 炎热的 炎酷的考验 所以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它的名字叫做Water Lily 就是睡脸 坐在脸上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美好 就是有那种光阴的感觉 就是不是像有些粉质的 嗯 塞红涂上就会容易成块啊 或者怎么样 它就是那种非常水润的 能够跟你的这个肤色 很好的柔和在一起的这样一款 塞红 特别特别喜欢它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 眼影盘 这个是Sleek的盘 Sleek的盘 每次我说这个都说不顺 Sleek的盘 不是Sleek的盘 要记住 要记住 对 这个盘呢 之前我 应该很早 好几个月之前 就做过一个开架产品的 这个测试 然后当时里面就用到了这个盘 然后我做完那个测试之后 就一直搁置它 没有怎么用它 然后最近我把它拿出来用了 发现它的粉质又是 惊为天人啊 显色度什么的 也是惊人 惊为天人 反正就是特别的被 被惊艳到了 然后我最喜欢用的几个颜色 就是日常状容的话 最喜欢用的几个颜色 是这个颜色 可以搭满整个眼窝 然后这个颜色是一个带有 略微偏紫一点的这个 带有金色的亮片的这样一个紫色 这个也非常漂亮 然后这两个棕色 可以搭配起来做一个非常日常的 这个大底色的眼影 最最爱的是他们家的这种亮片色 每次我用完这个亮片色 站在这个灯光下面 就会感觉到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亮片色 特别的立体 特别的 特别的绚丽的 还没看过这个盘子测评的 这个朋友呢 我会把那个视频连接贴在这个底下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包括所有的产品信息 然后产品的价格 我也会贴在下面 便大家就是找代购啊 或者什么的话 心里面有一个价位 有一个底这样 防止上当受骗 对 反正所有的信息都会在下面 然后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给订阅 按下面 按下面 对 就是下面那个蓝色的 写了订阅那两个字 就按下面就好了 然后我对了不要脸 是不是 反正就是 我觉得这个月 我就像开挂了一样 然后同一个月 里面碰到这么多 好用的护肤品 真的是人生难得 几次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对以上产品 这个胃肉的疑问呢 也欢迎大家提问这样 好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